大唐战神薛仁贵天下无敌 可没想到铁士文派出他老炮梅丽夫人 即便薛仁贵心如钢铁 也难敌这绕纸柔 这位蛇仙美人万号绝命毒师 一发远程毒蜈蚣甩出 就轻松盘灭了大唐最能打的火头军 真可谓是一物客一物 徐茂公经过一番询问后才得知 这蜈蚣乃是梅丽夫人特制的剧毒 只有他才有解药 于是为了盗取解药营救薛仁贵几人 薄辽王和昭阳公主假意回到了铁士文大营 铁士文当作没事发生一样 对薄剑王依然恭敬有加 次日昭阳公主在侍女林彩儿的掩护下 潜入铁士文的营帐内遇到取解药 不巧的是铁士文夫妇此时刚好要回帐内 彩儿赶忙上前大声打招呼 提醒里面的昭阳公主藏起来 梅丽夫人听从铁士文的吩咐 妥善收藏好解药 而这一切都被暗中的昭阳看到了 他悄悄将解药偷回货投营 可众人都担心这是铁士文的奸计 都不愿意服下解药 作为大哥的薛仁贵见状主动提出要试药 一众小弟不忍大哥冒险 纷纷要抢着试药 最后被薛仁贵一把抢了过去 都不要再争了 我是大哥 我来喝 说败一口便将解药喝了下去 但服下解药后突然面露蓝色晕倒过去 显然是中毒更深了 周青等人气急之下对昭阳出言不逊 怪则昭阳公主存心陷害 昭阳公主一时间百口莫辩 恩将仇报 请你们相信我 我跟铁士文是敌对的 如果血理遭遇不测 你们可以杀了我 放心 我一定成全你 意识到被骗的昭阳公主返回伯辽军营 痛骂铁士文意图以毒要陷害她于不义 布料铁士文反而怒斥昭阳公主私通敌国 咱们伯辽好不容易扭转烈士 而你身为伯辽的公主却不为自己的臣民着想 反而来偷解要来搭救敌人 我问你 到底按了什么系统 身为伯辽兵马大元帅 都在战场上决一雌雄 保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你丢不丢人 听了昭阳公主的话 铁士文笑了 竟然天真到用小孩子过家家的话来训她 陈王败寇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吗 铁士文忍不住对昭阳说起了人生感悟 铁士文告诉昭阳 只要有自己在的一天就不会让她将解药偷走 可到了深夜 昭阳公主便在大营内看见了两个士兵抬着一具尸体 疑问之下得知是中了蜈蚣毒 昭阳公主偷偷潜入梅丽四样蜈蚣的地方寻找解药 铁士文夫妇早已对她有防备 昭阳公主眼几手快 直接踢起一个箩筐 然后又推倒一个架子 她的武力值虽然只有三十 但是敏捷点的贼高 奈何铁士文早已提前布下天罗帝王 一帮战斗力只有十的超级兵 硬是把昭阳给围困住了 就在昭阳即将被超级兵火抓的时候 一位先锋盗鼓的老者御风而来 势手空拳便将众人打得到处横飞 然后一记扫堂腿 加一招没有冲击波的龟派气功 清掉了所有的超级兵 随后带着看呆的昭阳御风离去 这位长得酷似巴掩的男人便是大唐战神李靖 他此次前来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徒弟薛仁贵 李靖将一幅画交给昭阳公主 并把解无公毒的方法告诉她 让她回去给中毒的人在天宁盖和人中各扎一针 最关键的是要给中毒者尽快放血 放完血就没事了 最后又交给昭阳一个白布包裹的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啊 他见了就会知道的 说罢李靖潇洒离去 而昭阳公主回到火头营后 按照李靖的方法给众人解毒 在一番操作下 薛仁贵和其他兄弟都陆续醒来 可就在以为一切相安无事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江星本突然口吐白沫 显然是毒性没得到控制 病情加重就快不行了 还没来得及悲伤 一旁的李靖洪同样开始口吐白沫 也快不行了 他在临终前告诉薛仁贵 他一生中最不后悔的是便是任薛仁贵为大哥 你们不会拜死的 我们一定会替你们俩报仇血恨 祭拜过李靖洪和江星本后 薛仁贵就试起了师父李靖送她的装备 镇天宫和穿银剑 这下拥有远程神装武器的薛仁贵 将不会有任何弱点 这把镇天宫和穿云剑 就是用来对付铁士文的九夜飞刀的 大唐最能打的火头鞠已经身中剧毒 所以铁士文决定发兵钱去消灭张氏贵的先锋营 当铁士文的大局突然杀到唐鞠阵营时 果然将唐鞠打得措手不及 幸好薛仁贵反应及时 带领火头鞠奋勇杀敌这才稳住了镇脚 眼看战况有些不妙 张氏贵立马带上女婿和儿子跑路了 可还没跑多远 就被埋伏至此的梅丽夫人拦住了取路 你们跑不掉了 器械投降吧 几人忌惮梅丽夫人的蜈蚣剧毒 根本不敢上前与之一战 好在此时薛仁贵骑马前来救场 张氏贵健壮得意地大笑起来 梅丽夫人看见薛仁贵大吃一惊 你得 今天我要是不为我兄弟报仇 我得不信薛 那你就准备改姓吧 梅丽自制不是薛仁贵的对手 直接祭出大招毒蜈蚣 吃过一次大亏的薛仁贵早有准备 一招秀丽乾坤轻松化解 法师梅丽眼看大招被迫 转身就要跑落 薛仁贵直接扭动方天画戟的握把 发射出一条几件郑重梅丽夫人后心 将她击杀于马背之上 这一幕被赶来的铁士文刚好目睹 她悲痛于绝 这是大唐战神薛仁贵与薛辽大元帅的首次交锋 铁士文亲眼目睹妻子梅丽被薛仁贵所上 她是要为妻子报仇 铁士文直接寄出九叶飞刀向薛仁贵读去 薛仁贵由师父礼经赠予的震天功丝毫不切 弯弓搭建四件齐发将飞刀尽数射漏 唯一一把漏掉的飞刀还被薛仁贵用嘴巴接住了 铁士文自知不敌上马准备逃离 薛仁贵见状运马追了上去 追至一处竹林时 铁士文的身影却突然消失了 就在薛仁贵四处寻找之时 铁士文突然从高空杀出 薛仁贵反应迅速 飞身抖过了这致命一击 随即方天化几对决大刀 二人打得天昏地安日月无光 颇有一种皇子PK蛮子的济世感 而铁士文不愧是薄聊的兵马大元帅 其力量进步虚立大无穷的薛仁贵 甚至隐隐占据上风之势 直到薛仁贵使用一招倒挂金钩连环刺 最后甚至朝着铁士文的下阴刺去 把铁士文都吓尿了 薛仁贵乘胜追击继续攻击铁士文的下盘 随后枪出如龙一点寒芒仙道 又是将方天化几对准了铁士文的下阴 为了躲开这段子绝孙的一击 铁士文被薛仁贵的回手掏给击倒在地 铁士文心想肯定是武器不行 于是立马去马背上取出两把弯道 几个旋转贴近到薛仁贵身前 果真让他将薛仁贵的方天化几打脱手了 越战越勇的铁士文用出了一招炫风斩 失去武器的薛仁贵都闪不及 被割破了战夷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薛仁贵竟然到了万物皆可施己的地步 一只普通的细竹竿都能挡住铁士文的竖刀旋风斩 最后更是用一根巨竹将铁士文的双刀卡住 并将其刺伤 自知不敌的铁士文不再强撑 他趁薛仁贵将他甩飞之际 顺势飞身上马跑路了 薛仁贵在身后穷追不舍 突然半步杀出个浴池公来 他抓住薛仁贵的白袍 是要抓住硬梦贤陈献给李世民 无奈的薛仁贵只能割炮逃生 御职公只拿到了被割下的一小块袍布 与此同时 铁士文败振返回营中后 下令谨守营门不出 那白袍小将 真是太厉害了 他的风天化极 真让我招架不住 眼看梅丽夫人身死铁士文又身受重伤 全局上下乱成一团 朝阳公主便准备带着伯剑王一起离开大营 可还没出营帐便被铁士文的亲信给拦住了 大王和公主要去哪啊 元首有令 没有他的指令 你们不可以自由出共 喜欢视频的观众关注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